大家好,我是五仔 今天講一下電視台的事,人事變遷 有些在報紙上,嘩,厲害,出一些線稿 因為之前有人踢爆,網上不是有人,很多人 在網上踢爆無線,抄抄抄抄抄抄 之前ViuTV那一套又抄 然後弄一些線稿出來說是專門的,我看你怎樣專門,我稍後慢慢說 先講一下曾志偉,曾志偉除了搞施軍進去做J2之外 還說想招攬陸永做幕後創作 其實他又說欣賞施軍,又有量頭腦 又覺得陸永都適合做幕後 也是的,這個慢慢說 他接下來星期日總決賽的講者 因為那隻康辛的風暴說有機會打到來 但是我看到有一篇說,兩隻風都害怕了 不知道什麼法就打歪了,滑走了 理事力場也不夠那個什麼法,什麼法呢 我不知道,網上的人流傳而已 看到也未必是真的,到時候才算吧 因為打風的事情都有機會轉彎打中 因為打風那怎麼辦呢,你總決賽 對不對 又找了張學友又成成這樣 曾志偉就說 我會做足三手準備 戶外搭境剛剛好搞定 就會趁這兩天打風前 先預早錄影 多謝表演嘉賓張學友配合 他若然總決賽當日 天氣不影響戶外表演的話 學友就會改回現場表演 是這樣的 多謝志偉哥的描述 報紙是這樣寫的 他是這樣說的 他透露第一天 就回到TVB的時候 已經收到張學友的電話祝賀 對方表示隨時可以來幫忙 所以今次打人情牌 請他做嘉賓 張學友就很爽快地答應 在網上就說 張學友我對你很失望 我們不看 這樣 不是給你看的 這個台 你不看的始終都會不看的 看的怎麼都是看的 那沒辦法 對不對 這些沒什麼所謂 那 詩君就說 委任現在J2台的創意總監 曾志偉就欣賞他 駁掉頭腦 但是不勉強對方就退回去 退居幕後 沒什麼所謂 他說 詩君不夠錢花呢 就會走出來幕前演出的 曾志偉又說 詩君的拍檔 陸永同樣是轉數快 好想招攬他 做幕後創作 問到為什麼 還沒安排個位給陸永呢 他就說 給他前座位 隨時都可以做幕後 陸永都 陸永 當然厲害了 你看他整個棟篤笑都可以打出來 打到一個棟篤笑出來的人 基本上他的起承轉合有了 他自己都能搞定 兩個都是 幕前也可以 幕後也可以 我覺得 陸永 反而給他做男主角 我覺得有點選你 但是挺有趣的 他不是小生 但是也可以是一個 叫做喜劇 感覺 認真 就 就 真的 什麼 但是我記得 我以前有個 就是我教唱歌的時候 有個女學生的樣子 好像陸永 真的 一模一樣 都不知道好還是不好 說到年輕人聊聊天 這個就過癮了 因為 詩君說了說不關自己的事 曾志偉說了一句人話 是人說的話 你們曾志偉 踢爆 他當然說不關他事 這樣 哇 夠膽死的 是 是 就說 這個訪問 都是訪問他 是另一份報紙 訪問他 是港姐的事 那他回應那個說 喂 年輕人聊聊天 倒閉 停播 詩君 劃清界線 曾志偉 你怎麼看 他當然說不關他事 這樣 是不是真的關他事 那些報紙就說 可能關你事 他說 哈哈 其實沒什麼所謂 我也有跟監製聊過 就好像這個流行經典五十年 我回來 停一停 但是我知道這些節目 是多人看的 我們只要換一個模式之後再出現 是因為 有些節目模式 大家看得下去 就好像年輕人那些 就出了八百幾集 有很多主題 記得說到七七八八了 是時候編一編 是吧 他是這樣說的 就跟我之前所說的 借私還雲 是沒有分別 因為你看看家燕媽媽一出現 那個兒哥又變成了 兒哥經典五十年 是不是 有什麼所謂 是名字而已 他們心名此道理 所以這些 究竟是誰搞到誰 沒辦法 關不關 詩君事 曾志偉推了給他 說他當然不關自己的事 提到 是不是拆散了詩君和陸永呢 曾志偉這樣說 不會呀 陸永都照做的 不過詩君要上班 陸永不用 其實我們很想找陸永一起搞 幕後那些 我認識他們那時候 就是他們第一部戲 他就說給他一個前座 前座慢慢會坐在後座 後座就會坐在樓上 這樣 這對農夫暴暴 就是叫做 叫做什麼 平暴青雲 曾志偉看實 曾志偉都很疼他 之前那套愛在隔離事 曾志偉做監製 他統籌 詩君都是男主角 不是詩君 陸永 對不起 分不了 帥哥一點那個 陸永 他們自己這樣形容 高一點那個 你帥不帥哥很難說 這個不客觀 高一點那個就客觀 高一點那個陸永 陸永做男主角 和遊學修之前的女兒 叫什麼名字 噢不出 不好意思 蘇麗珍 還是蘇麗珊 我都不記得 總之他兩個就帶了一條主線出來 就說結婚 所以曾志偉其實很疼陸永 是啊 你看他肚肚都經常見到他 那 那 講到呢 有些報紙幫他TVB洗白 因為之前在網上 封傳啊 余一又傳 我又講 有些連登仔又講 又說抄啊 你看 智能愛人啊 就抄啊 這樣 就說原來呢 那現在怎麼鬧呢 那監製呢 那監製呢 出來鬧了 他說 那個年輕人演戲好 演技出眾 找回他 再做 是不是 梳個這些叫做 中間分界心理變態 大小便不分裝 那頭是 就是 你看到TVB的設定頭化妝呢 是 是認真一點的 就是這個 有造型 這樣 這樣 今天講到呢 就說 他自己認 他認說 我這套東西 這兩套東西呢 他說我參考了 史提昏史匹寶的電影 人工智能 才創作出 理想國裏面的 九元殘存的故事 也將情節 搬到智能愛人 吹嗎 是不是 是啊 他講他認 是啊 坦然 不是 我是啊 我將情節搬到智能愛人 你就說 你有能力炒嗎 我特意找回那條仔 我特意的 不是你炸爆我 這些就是自爆 不是你來說我 我現在自己說 但是別人不爆你 你不說 是不是 那就鬥了 真的鬥了 那小孩做戲好不好 不懂得說 但是我告訴你 其實 他們這些電視行業製作的人 是這樣的 先不要說了 這個想法 說真的抄得好 抄得好 沒有人會覺得你是抄的 是 是 隨便的 說我 你這樣過到骨 那 我參考了史提芬史不保 那套電影 創出這個ViuTV的理想國的 狗言殘存 再將情節搬到智能愛人 什麼啊 是啊 那怎樣 認啊 他不能不認 他不能不認 我說我沒有看過那套電影 沒有看過 真的一模一樣 不是這麼懶 懶 是吧 那有些人就說 你又這樣說 有些人 覺得自己創作出來的東西很棒 就是你不要錯過它 一定要看這些這樣的作品 是不是 你說多好呢 就是我的計劃是好的 神計劃來的 那所以呢 就說給你看多一次 是不是 這樣 就是怕你失去劇情 有人這樣幫他鬥 那 但是我自己覺得 因為這個行業太多這些人 無論是找回你做同一個角色 都有的 很多的 周時有 或者是做回差不多的劇情 唉 唉 我那一年 有一年在TVB 我做了成年古惑仔 我有時候我記得 就是我記錯了 我就是走古惑的了 我有些朋友告訴我 金仔 我記得你拍戲 你成年在TVB 不同的戲劇裡面 你都是做古惑仔的 你不是收帳就打人 他說永遠 我現在記得你看著你 你在電視裡面 最惡的就是你 就是你 那幫這樣的 人 不是怎麼樣 因為我那時候大舊 那時候大隻 我沒有其他角色可以演 接著我收回來 就多東西演了 多東西演了 那他年輕人 給他一個機會 剛好那個歲數 有多少我講到對白的 但是 他自己自己認 直認不諱 一樣 劇情一樣 我把劇情搬到智能外人 特地找回他演同一個角色 是這樣的 他爸爸也有個輝字的演員 那怎麼辦 沒有所謂的 沒有所謂的 說真的 又不是那麼多人看過 ViuTV 那個劇集 又不是那麼多人看過 TVB現在又沒有什麼人看 你說有什麼所謂 大家的時間 都做其他事情 那再說 周中 經常講TVB 講一下ViuTV 周中這陣子 就跟夏韶星那些 去了ViuTV做過節目 叫做甜爺爺 我有個朋友 寶怡 去做那個 什麼 爬蟲類動物 老鼠餵蛇的集 那個朋友 我看到他的節目 也挺有趣的 我找一些年紀大的人 去做真人show 就說促進爺孫之情 周中師傅 那個廚師周中 和他的孫一起上去 又看到夏韶星也有份 夏韶星也跟周中那輩 真是 我實在覺得夏韶星 以前很有型的 TVB 開心話知你 是啊 他跟誰 李子熊 李子熊的老婆是米雪 記不記得 夏韶星一回到公司 就 說什麼 HELLO EVERYBODY 他一早回去就是這樣 你看我真的是阿叔 那些劇集 以前所謂有型的男人 現在都變了爺爺 周中坦然 他說見親面一起喝茶 一向和孫子很友善 是啊 父子也沒有這麼友善 以前那輩子 爺爺和孫子那麼友善 因為以前的父子不友善 爺爺想找他失去的東西 他們那時候年輕 尤其是這些做處 哪有得放假日 哪有得放假日 整天放假放平日 你兒女 哇 你上學的 沒得怎麼見的 一起吃飯 你煮飯給別人吃 你哪有得一起吃飯 那他現在這些退休年紀 就跟孫子出來 又朋友一點 其實很多家庭都是這樣的 找回他們缺失了父愛 所以 就說周中出名煮東西是好吃的 就透露自己最喜歡吃咕嚕肉 哇這些肥東西來的 煮些瘦的 他都 周中等一下為什麼說說這些呢 他都很評香港的主食節目 他會罵TVB的 跟你說 再說周中 他的孫子都不錯 說爺爺煮什麼他都喜歡吃 喜歡和爺爺玩多過上學 當然啦 誰喜歡上學 是不是 有時候他這麼會哄老人家 他都是要你上學的 不要以為 爺爺喜歡和你玩 就不用上學 年輕人 是不是 那 當我和孫子去玩一下 那說到主食節目 元老級主持周中師傅表示 現在呢 煩濫 主食節目很煩濫 現在一向都煩濫 每天都有 那些什麼 是不是還叫婦女新枝 好像不是 不知道叫什麼 以前方太就是 TVB基本上 一至五 阿時一至五 天天都煮菜 摩摩茶 不是不是吧 這樣就煩濫 天天煮 天天煮都沒煩濫 飯應該是天天煮的 一天煮三餐才叫煩濫 對不對 那個固定都要煮 不是那些主婦不知道煮什麼好的 還有 他說 周中這樣說 不是說那麽專 現在那些 就是多人煮的 他說 個個家媽媽都會煮菜 煮飯的 有什麼特別呢 這樣 阿周中因為他大廚 煮東西不用特別的 你真的有所不知 周中師傅 很多網民都不知道 可能有些Auntie級的聽我 又未必知道 做節目是不用專 我們之前有些網絡人 教人煮的公仔麵 有二百萬點擊 你有認識 我有認識 都想看看他怎麼做 對不對 有些甚至 白癡都認識 真的 有個網絡人 當年是 香港No.1來 教人綁鞋帶 你不要以為 你不要以為認識就不做 認識都做 就好像 你教人用八雜通 好像有些很聰明的人 不懂用八雜通 所以說 這些都要做一下 什麼都要做一下 周中師傅解釋 他說 其實中餐料理最多要求 中國大江南北 大涉及很多 這麼大 涉及很多菜系 每個地方做法又不同 所以特別講究專業 真的 中餐是最複雜的 是中國和法國人才會 將一塊本身濕的東西 將它變乾 再將它變回濕 這個杜汶澤說的 他都喜歡煮東西 我覺得中菜是最難煮的 真的 博大精深 至於 他說 讓師傅推介一個有質素的主食節目 他就坦然說 我覺得沒什麼 因為好看的已經做完了 現在個個想盡腦汁去做 覺得個個好像互抄一樣 唉 抄就 他說好看的 在眼中又沒有了 在眼中當然沒有了 即是米高佐敦看那些年輕人打籃球 耶 對啦 最好的球我打了 那不同 大家眼界不同 很多人看是不太懂得煮菜 即是好像 即是好像我家裡都喜歡看人家煮菜 看來看去 以前我小時候我不懂 為什麼人家煮得這麼漂亮呢 是不是 不是肥媽說我也不知道 肥媽說 你看他好看 還沒熟的 就這樣擺出來 是的 真的大過我懂得煮 我做過廚師 我真的還沒熟 兜兩家 顏色 隨便漂亮的拿來拍 但是我們家裡 真的沒有顏色香味這件事 我自己家裡 哪有顏色呢 沒有半碟 又沒有抹碟 隨便撈一堆 擺出來就吃了 是不是 有些人真的沒有這麼講究 有時候看人玩也好 看人玩 那 他說沒什麼好介紹 每個人都好像互抄 抄也有得抄 抄得好玩 有人說 給了又給了 暗仔又給了 不是給不給 這些 這些糞便通街都是 你做就發達了 告訴你 我有個朋友之前想著 這樣做 這樣做一定多人看 其實這條方法放在我身上便可行的 放在電視台也肯定可行的 放在他身上便可行 沒辦法 因為他沒有人認識 那條方法就是 將別人網絡上最高點擊的菜 是吧 這麼好吃的菜沒有人講 然後你自己煮一次出來 電視台 什麼都好 然後有些網民說 抄的 抄的外國YouTuber 擺明就是抄的 那些煮菜有什麼抄不抄 煮公仔麵 之前有YouTuber煮過的 有什麼所謂 Cue your time 電視台 打發你時間 真的 ABC ABD ABZ 三個元素 這次肥媽煮過 下次找個美女來煮美女廚神 下次找個肥的廚師來煮 一套一套 這樣而已 然後找個不懂的來煮 也是這樣玩 是抄的 改一點點就抄 下次限死你只能用什麼材料 要你只能用素菜去做一些肉的味道 這些 沒有的 玩到盡了 真的玩到盡了 吃的東西放進口 甜酸苦辣鹹 還有什麼新意 看過人而已 那時候 真是 在鼎爺廚房嗎 看他 原來李家鼎 這麼猛料 這麼霸氣 會煮東西嗎 原來 哦 這樣 原來 肥媽原來不只是浪費 還浪費料 看過人而已 現在TVB哪個紅啊 找阿里做個機械人賽 就可以了 這些是這樣的 巧的東西有很多 但是周中的話 TVB的主送節目不好看 是的 所以說 其實對應我剛才有一句 有些人罵我 張學友什麼不看 對他失望 那個電視台不是給你看的 那這個TVB那個飲食節目 不是給你周中這些師傅看的 那大家明白 對不對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五仔的分享 請like、subscribe、pay me on 我們下次再說再見 拜拜